爬高高躲頂樓 水塔當掩護 東看西橋就像在勘察地形 民眾看監視器 發現詭異男子 閃現住家頂樓 心超慌 但更恐怖的是 他在台北士林 重慶北路上 每條巷子都出現 疑似準備要幹大事 先預洗眼鏈 我會怕這裡頭有小朋友 我們要心裡變態 我們這小姐做事 個人要抓起來逛 躲在家也出事 受害民眾急迫網 提醒附近住戶 說10月31 11月1號 連睡兩天晚上七點半左右 有不明人士捏手捏腳躲在後巷 戶戶觀察 甚至拿高腳踢架在窗口 在每一戶直接勘察 任意翻動水塔 做不明動作 貼文一出 馬上調出受害者 說這名男子該不會是10年前 我們家遇到的偷窺狂吧 手法是一樣的 偷窺是這一間 他在洗澡 他頭伸進去窗戶裡面 叫一聲 他就跑掉了 之前那個巷子沒有坐門 他被偷窺以後 他說要坐門 還不危險 陰暗狹小巷弄內 監視器超多 就怕賊闖入 鐵窗鐵門 裝好裝滿 但再怎麼防偷窺怪客照樣來 目前里長也已經到派出所 告知警方 還未正式報案 援警到現場 即調閱周遭監視器 也沒有發現可疑人士 住戶恐怕還得再過一段 提醒吊膽的日子 既有的情意採生 從報道